這個是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核武報告 當然是有公開的啦 我想大家一定有隱晦 俄羅斯最多 6,375枚 美國5,000多枚 中國320枚嗎 我真的打一個大問號 法國290 英國250 北韓30-40 我也打一個大問號 如果他只有這麼少 大家怕什麼怕 然後呢 英國 這樣也蠻妙的 因為 從美國開始 都一直在呼籲說 大家 要減少核武的發展 抑制核武這件事 結果反而英國把核彈數 增加了 4成 就40%的意思啦 這個到底應該怎麼看這件事情呢 如果要跟中國 跟美國比起來 如果你要比核彈 中國確實比不過美國啊 可是沒有用啦 你幾顆地球就毀掉 你跟 跟這顆數沒有關係啦 因為核彈頭現在狀況是這樣子 核彈頭對於很多人來說 他擔心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這已經不是說 你有300顆 我有3000顆 是我比你大的意思 他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只要有核彈頭 打個5顆10顆 整個地球就毀了嘛 所以說對於他們來說 我們大家壓力大的原因是來自於是 如果中國真的不管是200枚還是300 軍事記者評估200枚 統計出來是300枚 一般來說他認為這個300枚要乘以3到4倍左右 所以剛剛那個數字要乘以3好了啦 乘以3倍大概是1000枚左右 才是真的 但是都不重要 因為中國200枚300枚還是1000枚如果他們真的 撩攻起來 其實坦白說對於這個世界都不是好事情啦 所以美國其實在過去是有在第一時間 就想要在中國在發展核彈頭的過程中 就要先去用核打擊 去打擊中國 因為我們回顧歷史 其實過去曾經有4次 考慮要用核彈去攻擊中國 這4次其實坦白說 都在1979年台灣跟美國的斷交之前的事情 第一次是在50年代韓戰的時候 那時候美國總統是杜魯門 杜魯門那時候就已經這樣 因為他們兩邊在對峙嘛 北韓等於是中國在幫忙 南韓這邊等於是美國在幫忙 然後兩邊在38度線對峙 那個時候杜魯門已經派轟炸機在關島待命 他們就想說就隨時就是要打下去了 可是後來其實幾乎最後都是誰救了他 很簡單 幾乎都是蘇聯救了他 因為那個時候杜魯門也擔心 因此而挑逗蘇聯的狀況 然後第二次是1954年 那時候台灣跟美國還在建交 所以那時候建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這個中指的是中華民國 已經好久沒有聽到這件事 現在看到中美什麼 中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那個時候簽了中美共同條約 中共同防禦條約的時候 美國的國務卿有說 如果中國的解放軍 擔港去動台灣的台澎金馬的話 馬上核彈就去打你 所以這是第一次跟台灣有關係 第二次是在823炮戰 1958年的時候 823炮戰 那個時候 艾森豪總統也曾經嚴肅考慮到說 如果他們823炮戰打過 因為之前 美國國務卿就說 如果打台澎金馬 我核彈就要打你 就沒想到 美國幾年823炮戰就打響了 所以那個時候 艾森豪也思考 我要不要核彈去打中國 結果呢 是因為我們823炮戰 我們台灣自己扛住 所以說後來這件事就結束 沒有真的動用核武 如果台灣那個時候 金門沒扛住的話 艾森豪總統很有可能 就直接把核彈打下去中國 最後一次第四次是1963年 那時候是在甘乃滴 甘乃滴那時候得到線報 中國正在新疆發展核子武器 所以甘乃滴是 嚴重的考慮說 他必須要在 中國發展核子武器 發展成熟之前 派轟炸擊先把新疆炸掉 可是後來呢 也是礙於蘇聯的關係 擔心這個時候會撐席有路 所以沒有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四次裡面 確實有兩次是跟台灣有關係 哇塞 所以接下來會嗎 你請留步一下 我先問一下宇曹老師 因為 中國大陸 常常很多奇怪的網友 當然 給他一個很屌的封號 比如說這個叫 野生大國師 趙聖業 OK 雖然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誰 不過這個言論在 網路上流傳的非常廣大 因為大家看了就嗨嘛 我是說廣大的中國網友們 他就寫說 他的鋪陳是這樣的 我們這個 核彈 隨便幾百枚打過去 不只是要投到美國本土 可以把你炸毀 我們只要 把世界通通摧毀 引爆這些所有的核彈 100枚以上 整個世界就毀了 不要管什麼美國 大家一起毀滅 OK 毀滅世界的三個方法 但打不贏就 全部推翻就對了 在太平洋引爆 裝滿核彈頭的 核潛艇 巨浪超過200米 淹沒所有 清康帳高原以外的所有地區 第二點是 喜馬拉雅三同時引爆 數千枚核彈 OK 第三個點是 四川盆地 鑽1萬米 一萬米 這個最短 埋入 1萬米難鑽 他是鑽1萬米 然後說在1萬米裡面 引爆核彈把地球回掉 對啊 你要炸 地核是不是 我不知道 反正這個言論雖然聽起來很瞎 不過 被 中國網友一直轉 一直轉 所以 中國是一直有這個思想想說 沒關係我打不贏你 世界都被我摧毀吧 這個叫做同歸於盡的思維啊 剛才有歸於之亂嘛 結果呢 很簡單的地方是啊 我打不贏你啊 那怎麼辦 我就拔壞掉嘛 我把大家一起同歸於盡 對 反正呢 我擁有的是 城市不足 敗事有餘的能力嘛 我補充一下 剛才正好幾個說法 其實不是只有美國想要對 中共的核武動手 在70年代初期的時候 美蘇正在進行 低檔也就是所謂的 縣武談判 他們忽然發現呢 最嚴重威脅到我們兩個國家的 其實中共的核武 美蘇居然想要合作 剪掉呢 中國在 新疆 羅布勃的核實驗的基地 但是呢 這也是啊 沒有達成 沒有達成 本來是呢 大家 雙方說什麼 因為 蘇聯離中國比較近 由他來出動的轟炸機 但是呢 美國的裝備比較好 由美國呢 提供射控系統 但是呢 我估計啊 之所以談不懂的原因是啊 美國怕技術外洩 然後呢 那個蘇聯呢 害怕軍事基地呢 被美國給偷虧 所以呢這件事情就算了 第一點很重要的地方是 核實武器是非常有趣的 武器啊 什麼意思 你擁有它 就是不能使用它 所以我前面講的 政治的承諾是很重要的 所謂的嚇阻 核實武器 一定要搭配啊 政治手段的延伸啊 中國的核子戰略非常簡單 就是能夠呢 射成達 1萬 公里以上 能夠射到美國本土 那麼呢 我就擁有 剛才所說的 城市不足 敗事有益的效果 因為呢 他打賭美國 不敢對我先發制人 但是我是一個 神經病國家 我極有可能呢 打擊到西雅圖 洛杉磯 舊青山這些禪事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美國也不是啊 塑膠啦 或是吃素 為什麼呢 中共最近呢 不斷也 透過一些資訊 大家知道 它的東風41的 射程的火箭啊 擁有呢 12000公尺 12000公里的射程 而且呢 搭配是什麼 叫MIRV 叫 重返大計程多彈頭載具 射出去之後呢 掉下來的時候 就像天女散花一樣 它可以分裂成九個彈頭 打擊不同的目標 美國當然也有啦 可是呢 中共這樣做的目的的地方 在哪裡呢 我賭你美國 不敢對我先發制人 因為在冷戰時期啊 所以我要補充的地方是 上次講 這個是野生大國師啊 各位能想像 在50年代的時候 毛澤東都講過類似的狂語 真的 他講什麼呢 因為本來啊 在冷戰初期的時候 美國所擁有的核子優勢呢 是超過蘇聯的 但中共跟蘇聯 還沒有翻臉之前呢 他們就 他們是軍事同盟的國家 美國的那個優勢在來 因為美國擁有 長程戰略轟炸機 那時候沒有火箭喔 美國擁有比較長的手臂 他的 V29跟V36 是直接可以不落地啊 直接可以飛6000到8000公里 這是很驚人的 蘇聯就只有短程的戰術轟炸機 所以美國那時候的核子戰略 是什麼呢 叫大舉報復啦 簡單講 你蘇聯只要呢 對柏林啊 或對歐洲啊 或對全世界啊 有任何妄想的話 你會交織啊 毀滅式的打擊 可是事情起了一個最大的變化 1957年 蘇聯發射 全世界第一顆的人造衛星 俄文叫Spaulnik 英文呢 其實俄文的Spaulnik 就等於是英文的 叫先驅者 各位 這個時候呢 蘇聯擁有短暫的核子優勢 為什麼 他都可以用火箭啊 可以把人造衛星丟到太空去了 那他當然可以用火箭啊 裝彈頭 射到美國本土 即便呢 準確率在那個時候呢 大有疑問 毛澤東就告訴 這個 史達林啊 還有後來赫魯雪夫啊 說什麼呢 美帝只是指老虎啦 西方不亮 東風亮 這個時候呢 正是呢 我們大顯神威的時候 那赫魯雪夫嚇一跳說 然後呢 你要幹嘛 我們呢 這個社會主義陣營就要獲得最終的勝利了 你直接向美國呢 丟三顆核子武器 他們就投降了 就赫魯雪夫 可是他們還有轟炸機 對 如果進行報復的話怎麼辦 毛澤東 誇下海狗說呢 中國人呢 基本上就是人多啊 我們準備呢 付出三億人的生命呢 來跟他打這一場 人海戰術 打嘴炮真的很容易 赫魯雪夫 嚇壞了 神經病 你中國有三億人 我蘇聯才兩億多 我才不要跟你玩這個 遊戲 這仲向中蘇決裂 因為 蘇聯想要拿這個優勢 拿去跟美國談判 好不好 大家手握很緊 好不好 可以鬆手 好不好 我現在稍微領先你一點點 但是我知道你很快就會超越我 不如這樣子啦 我釋出善意 所以這就是赫魯雪夫啊 跑去跟艾森豪 握手 和解 可是毛澤東覺得 你神經病啊 我們擁有了半年的優勢 但是我們可以大搞 惡搞亂搞 讓西方世界啊 屁屁剉 其實後來赫魯雪夫長 我好像還有點理性 你是神經病 好不好 所以呢這仲向中蘇決裂了一個惡果 可是各位想想看 習近平的偶像是誰 就是毛澤東嘛 難怪喔 所以周邊的這一些 專家啦 幕僚啦 開始在催什麼 我們可以像當年毛澤東一樣啊 我們城市不足 拜事有餘啊 我們可以自我毀滅來毀滅地球啊 這樣大家就會害怕我們了 所以啊 現在老共的政治氛圍是這樣子 金正恩發展核武的目的 就是賭美國 你敢對我先發制人嗎 你只要漏掉三顆喔 你第一時間啊 如果沒有把我打死啊 你說我有40枚對不對 但是萬一我有43枚 你減掉那40枚 手有不見喔 東京不見喔 潭香山不見喔 你要賭賭看吧 這是 這是金正恩的 理性下的 不理性的做法 毛澤東那基本上是狂人 是瘋子 所以呢 誰以毛澤東作為偶像 兩個人 大家評估他們的智商 還有心理狀態怎麼樣 一個叫習近平 一個叫韓國瑜 一個叫 還是可以走到韓國瑜就對了 但是剛剛 美國不是吃素的 余曉老師有講 美國現在 我跟你講他不打嘴炮了 做給你看 原來這個猴子 這個他不寫我都不知道 美國一年要進口 三萬五千隻猴子 從中國 本來他講說 這個是要防疫用的 我們要測試疫苗 結果原來不是 要測試核彈喔 沒有錯 我們都知道 所謂的核彈或導彈 有所謂的關鍵零組件 有的關鍵零組件是晶片 對不對 有的是核子原料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猴子竟然是核彈的 可憐的猴子 關鍵零組件 你看美國 中國在卡美國的脖子 要卡什麼 猴子 有沒有這麼弱 所以限制出口了 不給美國 有沒有這麼弱啊中國 我們美國去卡你的關鍵零組件 卡晶片 就去卡美國的猴子 狀況是這樣子 美國每一年要進口大概三萬五千隻猴子 然後呢 裡面呢三萬五千隻猴子 當然呢 裡面是很多做所謂 身體實驗 包含藥啊 疫苗等等的 可是裡面呢 竟然有五千到一萬隻左右的猴子呢 是拿來做所謂的核子實驗的 那中國一般就 哎呦 原來你們竟然有五千到一萬隻 裡面的猴子拿來做核生化武器 然後呢 這三萬五千隻喔 有60%來自中國 60%來自中國 哎呦 我們有美國的卡脖子技術 就是猴子 所以說中國現在這樣子 要禁止出國猴子到美國 讓美國 沒有辦法做核子生化武器 可是問題是 人家禁你就禁晶片 禁導航的 禁軟體 就你禁人家禁猴子 兩邊程度會不會差太多 這就是中美對抗之下 華為搞到要去養豬 然後中國要去禁美國猴子 兩邊落差太大太大太大 然後重點來了 這個美國其實我們對於美國的核彈研究 其實我要講 過去蘇聯或許跟美國齊平 可是美國才是全世界最了解核彈的國家 對他只是不想告訴你而已 他第一個不會告訴你 第二個 他不會用嘛 他是備而不用嘛 他的核彈是要對付外星人的 是有一天 外星人打地球的時候 美國要對付外星人的 好不好 那他們被我們發現 你看這個東西 這他們過去 非常非常珍貴的照片 你看這是一個空降特種部隊 對 然後他們背的這一顆是一顆核 在哪裡 這個這個這個 後面這個 這個是降落散 對 然後這個是核彈 腿中間的是核彈 核彈背包啊 他們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不大 然後大概低當量 10噸到1000噸之間 可是10噸到1000噸 你看喔 我如果 不管是派戰鬥機 或是遠程飛彈 都有被攔截的可能 可是你知道 如果是派低速或慢速的運輸機 慢慢從低空飛過去 透過跳傘 去引爆這個 但是這個人大概就犧牲掉 根本不可能來得及 就人肉炸彈 對對對 人肉炸彈 跳傘 然後呢 去空降 然後讓核彈 空降讓他們要的東西 美國也在實驗 這張照片不是美國 這是美國演習的畫面 這是多久以前的 這很久以前 黑白 早就有了 很久以前 20 30年前 然後呢 這是演習的畫面 然後最近才被釋出的 然後媒體也有去訪問到 這個人 就這個人 他曾經去執行過這個演習的任務 他也說如果國家有需要的話 他會毫不猶豫的就跳下去 所以你要知道 美國對於很多很多 我們不知道的新事物 跟新的不同的戰略美軍 其實都研究過 我們會去訪問